美國揭中共野心 普京突然出手 馬英九南京行 用這個來介紹自己 多名香港記者 懷疑被跟蹤 美聯社說 猶他州遭中共滲透一片紅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29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俄族心與自由世界的對抗 似乎有在東亞爆發的態勢 就在多個大規模軍演正在進行的背景下 俄羅斯向日本海發射了巡弋導彈 請看報導 最近西方的主力坦克陸續送達戰場 烏克蘭即將展開大反攻 俄羅斯開始不斷發出核武威脅 宣布要在白羅斯部署戰術核武之外 3月28日更向日本海試射兩枚 能搭載核彈頭的蚊式超音速反艦導彈 俄國國防部之後在Telegram發聲明說 導彈成功射出100公里外的目標 而這個時候一系列聯合軍演正在東亞展開 除了美韓五年來最大規模軍演自由支盾之外 美國和菲律賓即將在4月舉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軍演 兩國共出動1萬7千名軍人 目標直至中共 中共正在南海展開長達48日的實彈軍演 被英維繫要報復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 除了這一年全軍演之外 美國海軍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在28日抵達韓國附身 這只是史上第二次有美國航母停靠韓國 是非常罕見的舉動 57報新聞中盤點說 隨著蔡英文行程鄰近 美國在台灣周圍部署了空前武力 除了尼米茲號外 美國的列根號航空母艦停靠橫須河港 中有再有F-35B的馬金島閃電航母 以及美利堅閃電航母都進入東海 一共兩大兩勢航母從兵壓陣台灣和東亞 美國從來沒有在這一區域投放過這麼高的武力 威懾北韓和中俄 以習近平普京會面為標誌 中俄逐心成形 與美國率領的自由世界進入對抗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訪問烏克蘭 與蔡英文總統出發中美周並過境美國 被應為是這場對抗的開頭炮 中俄和北韓的示威 是否會導致一連全軍演中出現擦槍走火 讓三戰從東亞爆發值得關注 在習近平和普京說 一起推動百年變局後 中共對台灣乃至全球的軍事野心 正受到關注 美國之音29日一篇報導提到 中俄從3月起開始 實施新的預備役人員法 將讓中國預備役規模在2027年達到730萬人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無奈前已證實 共軍在2027年前將具備犯台能力 報導說 新的預備役法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兵員 納入預備役體系 他們平時就可以視需要直接轉為現役部隊 預備役就是中共抗軍的補給庫 有台灣媒體將新的預備役人員法 視為中共跨出武力犯台的第一步 台灣前國防大學 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現台灣中共研究雜資社特約研究員 楊太元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共現在的建軍目標其實已經超越了台海 中共在追求成為區域強權 以及世界強國的目標下 推動軍事現代化進行備戰打仗 主要是為了對抗歐美大國 並非針對台灣 但必要時也可以用在台海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正在中國訪問 3月28日到南京中山寧拜揭 有評論指 這是一次馬英九自取其辱 並令台灣受辱的旅程 請看報導 馬英九敗熱南京中山寧並敬獻花圈 花欖署名不是中華民國前總統 而是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諾款沒有延用中華民國紀元方法 但也沒有用2023這個西元幾年 而是不倫不類地寫上百十二 用來指代民國一一二年 類似的馬英九當場宣讀的國父遺囑 以及台灣政治大學副教授 廖元浩以施宜身份宣讀的制文中 改用葵某年3月28日來記錄日期 和過去國民黨主席連戰 洪秀柱等人堅持使用民國紀元不同 更誇張的是馬英九參訪被改為 中國近代史為止博物館的 前南京總統府時 居然不敢說自己曾擔任中華民國總統 他當時對現場媒體說 孫中山先生比我大98歲 在1912年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我在2008年也是做了這個 另外96年在中山寧宣讀的制文中 以及當晚馬英九與中共江蘇省委書記 信長聲會面時的對話中 馬英九都強調兩岸血脈相連 同屬中華民族 中提到九二共識 但沒有說一中國表 例如新華社報導說 馬英九的制文寫道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 嚴皇子孫、振興民族 九二共識、和平基礎、蒼生為念、百姓謀福 共同發展 另外馬英九當日參訪孫中山紀念館時 當導遊說到 1894年中日的五戰爭戰敗 馬英九建議剪板 要加一句 割讓了台灣 儘管馬英九這次訪問中國 從一開始就籠罩 被中共矮化貶低的陰形當中 但馬英九在南京表示 他對大陸的接待非常滿意 超乎預期 《自由時報》29日引述 熟念中國問題的兩岸人士指 國民黨人去看南京總統府為止 就好像末代皇帝普宜 翻故宮一樣自取其辱 那裡已被中共改為 中國近代史為止博物館 意味中華民國成為歷史遺跡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洪敬副席指 孫中山說和平奮鬥救中國 馬英九改成和平奮鬥振興中華 是應和習近平的中國夢 因為這樣說 可以將台灣包進去 這樣才是中共想要聽到的 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 宋國成分析 馬英九放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是說 美國要抗中保台 結果馬英九要和中 這幾十年來 台灣在美國保護下先有和平 現在美中強烈對抗 馬英九主張和中 會讓美國感到情何以堪? 宋國成說 如果美國不願意再軍緩台灣 台灣能夠抵擋中共嗎? 這個多少會衝擊美台關係 雖然美國不至於放棄台灣 但美國對台提供很多幫助 馬英九還要跟他唱反調 這個會令美國覺得氣餒 宋國成強調 馬英九放中其實是 助長投降主義、衰靜主義思想 也會降低台灣人民心中的武裝力量 是有負面影響的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懷疑被人跟蹤和監控的包括 香港英文網媒香港自由新聞的一名女法庭記者 3月22日她被兩名男子跟蹤 香港記者協會一名不願透露聲明的 執委引述該名女記者表示 懷疑跟蹤她的是執法人員 事件曝光後 多家新聞機構也向香港記者協會反映 他們在法院採訪的記者 也曾遭到身份不明人士跟蹤或監控 香港記協促請警方撤查事件 但香港警方被記協發信稱 相關指控是暴風捉影 記協應該避免發放 未經查證的失實報導和評論誤導市民 香港獨立記者林彥邦表示 在新聞自由所剩不多的情況下 有多名記者懷疑被跟蹤 對他們肯定是有心理壓力的 最難處理的就是 永遠也不會知道 那些跟蹤監控的都是些什麼人 他擔憂事件可能導致媒體自我審查 18日報導說 調查發現 中共在猶他州的滲透 可以用無孔不入 和令人出乎意料來形容 猶他州可以被認為 是中共滲透美國的代表 請看報導 美聯社對重要參與者進行 數十次訪談 並審閱數百頁紀錄 簡訊和電子郵件後發現 即使是高度保守的猶他州 也被中共掩控 例如 猶他州議員押下北京不喜歡的法案 否決反對中共的決議 還在宣傳中提升中共政府形象 例如2020年初 新冠病毒吹哨人李文良醫生去世 令中國民怨爆發 這時候 猶他州州議員根據一個中共官員的請求 錄製影片 用鼓勵受疫情困擾的上海市民的方式 來幫助中共宣傳 同時間 習近平寫信給猶他州的四年級小學生 鼓勵這些美國小學生 做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小試者 對習近平此舉 兩名猶他州議員分別在州參議院 和廣播節目中大力稱讚 此外 猶他州的州議員也經常訪問中國 他們的話被中共官媒引用來支持北京的宣傳 住在猶他州的退休聯邦調查局 反情報幹員小蒙托亞警告說 猶他州是中共在美國一個重要的蠟燭點 如果中共能夠在鹽湖城成功 這樣他們也能夠在紐約和其他地方隨得成功 明白 rejo! 血鬼 全部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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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